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同学 你好 咱们先稍微等一下别的同学们 好吧 老师现在给你放一首歌啊 来放一首咱们今天一会儿要学的歌曲吧 好吧 来听一下 好的 同学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应该吃了吧 这个时间点 听不到音乐吗 行 稍微等一下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吗 一点都没有吗 还是说声音太小了呀 一点都听不到吗 行啊 那咱们就换一个软件放 没有关系啊 咱们这里软件多啊 咱们换一个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咱们刚好啊 同学们都没来 咱们先调试好 同学来听一下这个怎么样啊 这个可以吗 欢迎这个春意同学啊 欢迎春意同学 欢迎同学们啊 欢迎同学们 OK 咱们先暂停一下 同学们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吗 啊 同学们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 可以听到吗 听到了是吗 行 欢迎你同学啊 欢迎你 欢迎你同学 咱们再稍微的等一下啊 咱们这个七点上课 但是呢 有同学可能 刚刚收到消息 过来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的话呢 咱们大概的稍微的等一点 好吧 稍微等他们一会儿会儿就可以 好吧 OK 然后呢 咱们等待的时间里面 老师先来给你去放一首歌曲 好吧 老师先来放一首歌曲 好吧 咱们再稍微的等一下 先稍微的等一下 包括咱们刚好来调试一下设备 好吧 来一块来调试一下设备 同学们能听到老师这边的音乐吗 啊 同学们 不知道怎么进课堂是吗 对 确实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 可以听到老师这边的音乐吗 可以吗 听不到吗 听到了是吗 OK OK 行 有就可以啊 好的 好的 对 没有图像啊 现在还没有图像 现在还没有图像 没有关系同学们 咱们的话呢 现在只是这个课前的一个热身啊 咱们先大概的先等一会儿啊 一会儿等咱们同学们来的差不多之后啊 咱们正式开始上课 好吧 咱们先听一下 咱们一会儿需要学习的歌曲啊 就是这一首 同一首歌啊 包括同学们应该在咱们上课之前 咱们的一个助教老师应该给咱们发消息了吧 发了一下咱们这首歌的一个简谱有没有啊 给咱们发了吗 一会儿咱们就需要用到那个简谱啊 来结合今天这节课去进行学习 同学们有收到吗 发了太晚了是吗 没有关系同学啊 咱们不需要提前去预习啊 没有关系 咱们在上课之后呢 老师会带咱们一点点去学的啊 不需要说啊 我需要自己提前先去看一看怎么样 不用的啊同学 咱们今天才正式开始学 包括不要害怕说 今天这个东西怎么看起来不认识 忘了早点学习啊 老师也希望咱们早点去上课 对吧 所以说呢 老师提前75分钟就来了 同学们以后其实也可以 如果说你感觉晚上的时间 你是比较空闲的 那你也可以提前几分钟过来 咱们可以一块聊聊天 唱唱歌都可以 好吧 咱们可以先一块来聊聊天 那然后今天这堂课 同学们可能说 课前老师给我发了一个 只有声音吗 同学们能看到老师的一个屏幕吗 可以看到吗 只有声音 看不到老师的一个样子吗 看不到老师吗 稍等一下同学们 现在看不到老师吗 看不到是吗 先同学们啊 稍微等一下 可能是老师这边有一点小问题 等老师一分钟的时间 好吧 等老师一分钟的时间 老师来调试一下 只有声音 OK同学们 没有关系 老师来调试一下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啊 没有图是吗 OKOK 我来看一下啊 现在怎么样 同学们 现在怎么样 现在有了吗 现在有了吗 现在有老师了吗 能看到老师了吗 现在 还是没有是吗 行同学们 不要着急 等老师一分钟 好吧 老师去联系一下这个 后台老师 帮我看一下 同学们可以先听一听歌 好吧 同学们可以先听一听歌 我看有同学说 退出在登录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可能是有同学 他们是有这个 是有这个屏幕的 是吗 能看到老师了 给老师来发个1 好吗 能看到老师了 给老师来扣个1 好吗 有能看到的吗 有的话 可能就是咱们 可能近太早了 所以这个屏幕 没有加载出来 可能只需要退一下 再重新登一下就可以 不能是吗 有可以的吗 同学们 有可以的 我看是有可以看到的了 只有声音是吗 行啊同学们 没有关系 老师去联系一下 后台老师 稍微等我一下 咱们继续听一下歌 好吧 咱们 咱们 同学们 有声音了 老师来了 有声音了 没有 老师来了 刚刚我去联系了一下 同学们 刚刚老师去联系了一下 没有关系 刚老师去联系了一下 咱们的话呢 一会儿咱们的助教老师 会给咱们发一个链接 今天可能是因为 可以听到的对吧 今天可能是因为 这个 咱们这个APP 有点小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 老师呢 这边会给咱们 去生成一个链接 一会儿呢 同学们可以通过咱们的助教老师 点这个链接进来 咱们重新去开一堂课 好吧 咱们重新去开一堂课 然后包括这个回放的话呢 也是可以看的 好吧 回放也是可以看的 同学们稍微等待一下 咱们的一个助教老师呢 会给咱们去发这个链接 好吧 咱们现在这个时间 大家看不到老师 咱们可以 也不闲着 咱们可以来聊聊天 都可以 同学们 或者你对于唱歌来说 同学们最想学的是什么呀 老师可以在这 回答大家一些问题 或者你对于唱歌来讲 有哪些疑惑 有哪些疑惑 都可以来跟老师来聊一下 好不好 没关系 是吗 同学谢谢你啊 谢谢你的体谅 不看图一样 可以学习声乐 用嗓子唱歌 对吧 确实是用嗓子唱歌 但是呢 咱们的一个APP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老师的一个样子 老师可以用这个视频 去给咱们做示范 这是一意 对吧 然后就是呢 咱们毕竟是学声乐 是学习 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语言 包括图片 让咱们更加直观地 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些东西的 如果其实老师 单纯给咱们讲也可以 但是它的效果 可能没有咱们看图 看视频的效果更好一点 咱们为了追求 对吧 既然来学唱歌了 咱们追求一个最好的效果 所以同学们呢 好饭不怕晚 咱们先大概的等一下 好吧 咱们先稍微的等一下 一会咱们调试好之后呢 老师先给咱们 去演唱一下这首歌 然后呢 咱们正式去开始 学习这首歌 好吧 不客气东西们 不客气 包括今天的话呢 其实不用谢谢老师 是老师需要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体谅的老师 这个老师感觉很庆幸 很开心 同学们 现在的话呢 同学们有收到这个链接吗 咱们的老 咱们的 这个链接是吧 同学们稍等一下 老师去把这个链接呢 给咱们的一个主角老师 分享一下 等老师大概的话呢 等老师三十秒 咱们可以聊聊天 聊聊天先 不辛苦啊 这个什么辛苦 咱们课还没有开始 咱们就辛苦了 老师为了咱们今天这节课 准备了好几天啊 所以说一会儿 才是老师辛苦的时候 包括同学们也要去 好好去学 好吧 跟着老师的思路 一定得学起来 同学们啊 欢迎啊 欢迎新来的同学啊 稍微等一下 老师是在的啊 不要说看到没有屏幕 就走掉了 老师还在啊 同学们稍微等一下 老师会给咱们的主角老师呢 发一个链接啊 咱们一会儿点链接进来 先不用APP了 可能今天APP 出来点小问题 但是不影响 咱们一样可以听课的 好吧 什么也看到 也听不到声音 老师的声音能听到吗 同学 老师的声音可以听到吗 可以是吧 对啊 老师的声音可以听到就行 咱们一会儿的话呢 用链接点进来 应该就可以了 链接点进来 应该就可以了 好吧 OK 行 同学们啊 老师已经把链接呢 分享给咱们的一个主角老师了 应该大家马上就可以收到了 不要着急 大家收到了吗 欢迎这个小人爱话话同学啊 欢迎这个小人爱话话同学 大家是重新进来的吗 现在 现在可以看到咱们的一个视频了吗 现在可以了吗 是的 但是看不见 还是看不见吗 同学 现在还是看不到咱们的一个视频吗 咱们现在是用这个链接点进来的吗 就是咱们的一个主角老师 给咱们微信发的链接 链接还是看不到嘛 链接在哪里呢 链接应该是咱们的主角老师会发给大家 好吧 大家不要着急 老师已经把这个链接呢 分享给咱们的一个主角老师了 没有吗 可能咱们老师需要给咱们单独去发啊 同学们不要着急 通知同学们 咱们耽误多少时间 老师一定会给咱们补回来 包括会多一点 好吧 咱们的课程一定会上满的 同学不要着急 我看刚刚有进来个新同学 现在可以看到吗 现在可以看到了吗 现在可以了吗 还是看不到是吗 我自己试一下同学吧 我自己来试一下 看看这是啥情况 因为咱们今天 毕竟也认为大家 老师是提前做过这个测试的 测试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 为什么我可以看到我自己 大家的话 群里面链接是吗 群里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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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刚刚点那个链接是可以的 就是咱们的群里面 刚发链接是吗 OKOKOK 行 有链接就可以 有链接就可以 行行同学们 咱们今天确实 因为一些小的插曲 但是现在可以听到 可以看到就OK了 可以听了对吧 行OK 欢迎大家 咱们现在正式的来呢 正式的来欢迎一下大家 正式的来欢迎一下大家 包括这个链接 其实也更方便一点 对吧 然后今天这堂课下课之后呢 咱们这边 首先老师这边的一个后台 会把咱们的系统调试好 下堂课的话呢 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好吧 然之后再就是呢 咱们同学们 刚刚老师看了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呢 同学们进来的比较慢 是不是因为咱们的一个 APP的一个使用 还不太清楚啊 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对吧 同学你好 同学你好 如果APP的使用 还不太清楚的话呢 等咱们这几个课下课之后 同学们一定要给这个 这个出教老师去反馈一下 让老师呢 好好地去教教大家 好吧 让老师好好去教教大家 好吧 同学你好 同学你好 欢迎大家 咱们今天的话呢 其实浪费了一点点时间 但是的话呢 咱们后续 同学们放心 咱们后续的时间的话呢 一定要给咱们上完的 老师一定会给咱们 把课程补上 好吧 咱们不会早下课的 OK 老师好 APP只能听到声音 没有图像 对同学是这样的 同学你现在可以点一下 咱们那个微信 咱们微信的群里面 老师应该给咱们 发了一个链接 咱们正式 正式班学员里面 老师给咱们发链接了 好吧 同学们 同学可以点进信一下 OK 包括一会儿 老师会可能会 过段时间去说一次 同学们有问题 可以及时来问我 OK 行 咱们会发不多说 咱们今天 现在正式开始 咱们今天的课程 好吧 正式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话呢 是咱们正式课的第一堂 包括同学们 有没有听老师 上周的一个 那个开班典礼 有听吗 同学们 上周的开班典礼 咱们有听吗 我是用APP看的 现在正常 同学正常就可以 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去看 只要现在是正常的 就没关系 好吧 只要现在是正常的 就没关系 好吧 正常就可以 正常就没问题 咱们最后再来测试一下 最后再来测试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个音乐 有没有效果 有听了 对吧 有听过 对吧 所以说呢 同学们 大概对于自己的一个 学习的规划 应该是有了吧 比较清晰了吧 咱们现在一开始的话 老师也说过 咱们学习唱歌的 第一个要素 是学习什么 同学们还记得吗 学习唱歌的第一步 先去干什么呀 先去学什么 同学们还记得吗 首先需要解决什么东西 就是你这个东西 不解决 你的唱歌 是没办法进行下去的 第一个是什么 是咱们的音准 同学们还记得吗 是咱们的音准 咬字 咬字同学也很正确 但是现在的话呢 进入到咱们的一个正式课 对吧 正式课 咱们需要系统去讲了 你可能说 咬字这个东西呢 我可以给你几个重点 比如说 我说这个字你怎么去咬 那个字怎么去咬 你可以立马见到效果 这也是咱们一个公开课的目的 能让你产生自信 能立马看到效果 但是咱们正式课的话呢 是一个从低到高 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开始 需要去学一些慢功了 对吧 慢功出细活 什么东西啊 就是咱们的音准 因为音准这个东西的话呢 咱们如果可通过一两节课 或者说几个小时的时间 可能是解决不了的 它需要你慢慢的 长久的去练习 好吧 所以说呢 同学们 咱们今天正式去学它 同学们首先要坚定信心 跟老师一块 先去把这个音准 唱歌的基础音准 和这个简朴来学好 好不好同学们 首先的话呢 还是一样啊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初级演唱必备 乐理以及试唱电耳 其实说白了就是 咱们的一个音准 去改善咱们的音准的东西 好吧 OK 然后的话呢 咱们去讲这个东西之前 讲这个东西之前的话呢 咱们先去把今天这首歌 老师先给大家唱一下 好吧 带给大家一首歌曲 因为刚刚大家等了那么久 对吧 不太好意思 先给咱们去唱一首歌曲 同学们想听的话呢 可以给老师来扣个一 好吗 想听的同学们呢 可以给老师来扣个一 咱们今天要学的这首歌 好不好 同学们 行同学们 很捧场 大家都很捧场 大家都很捧场 OK 那老师先来把今天这首歌 来给大家来唱一下 同一首歌啊 相信同学们都有听过 对吧 同一首歌 OK 咱们一块来看着词来唱 好吧 一块来看着词来唱 包括同学们 如果会唱的话呢 也可以给老师一块来唱一下 好吧 也可以给老师一块来唱一下 能听到声音吗 同学们 能听到声音吗 可以是吧 OK 那就好 那就好 好 好的 好的 水前调山万座 我们曾走开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铛 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 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多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 风雨搜遍了时间的角落 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OK 咱们先唱这些 同学说 我看同学们有些小问题 咱们一个个来回答 一个个来回答 不要着急 首先有同学说听不到 可能同学刚刚进来 你可以去咱们的微信里面 点咱们的链接进来 就可以听到了 也可以看到了 包括有同学刚刚进来也没有关系 咱们的正式内容的话 现在才开始讲 你来听的话是可以跟上的 好吧 然后咱们就唱第二段 对吧 是不是只唱第二段 只是这首歌的话 咱们应该听过原唱 对吧 它一开始有段同声 我感觉很好听 所以说给咱们放出来了 先唱同声 然后人声再进来 对吧 这样的话这首歌更加完整一些 但咱们教的时候的话 一定会从头交起的 这个同学们放心 好吧 教的时候咱们会从头交起 好吧 OK 同学们 首先的话呢 还是同学们 刚刚老师给咱们说过 对吧 咱们去学习唱歌之前 首先第一步去干什么 先去学习咱们的一个简朴 对吧 先去学习咱们的一个这个音准 音准和什么相关呢 简朴 阅理相关 然后的话 老师想来问一下大家 大家在咱们上课之前 有没有同学了解这个简朴 对 音准 对吧 同学很棒啊 有没有同学了解过这个简朴 这个东西 有同学了解过吗 简朴 有同学了解过吗 朴子 对朴子 有同学了解过这个东西吗 比如说你看 老师这个数字 1234567 1234567 有同学了解过吗 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念吗 知道一点点 对吧 有同学说这个 没关系同学 知道一点点的话 今天咱们把它好好的学完 对吧 今天让你全部知道 好吧 今天让你全部知道这个东西 好吧 首先的话呢 这几个数字怎么念 咱们现在可以先来告诉大家 这几个数字分别是 1234567 分别对应咱们的一个 Do Re Mi Fa So La Si 对吧 咱们现在只需要记住这个 它分别对应 Do Re Mi Fa So La Si 然后咱们去学习这个东西 有什么用呢 对于咱们唱歌有什么作用 首先第一个同学们 首先第一个它有什么作用 它可以让咱们去帮助咱们练声 Do Re Mi Fa So La Si 同学很棒啊 同学很棒 已经给咱们打出来了 对吧 一会咱们不要着急 这个一会后面啊 咱们一会咱们把歌学完之后啊 给咱们去会去讲这个东西 OK 咱们这个东西学完之后什么用 首先第一个 可以帮助咱们去练声 可以帮助咱们去练声 这个小时候想学的 对吧 咱们现在也不晚 现在也不晚 现在学也不晚的 好吧 老师会给咱们一点点的交起 同学不要担心 他这个老师说回来 他这个干什么用呢 可以帮助咱们去练声 咱们前面可能学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学了一个口不操 对吧 口不操是干什么用的 同学们 是帮助咱们去活动咱们的嘴巴的 让咱们唱歌以前先活动开 对吧 唱歌之前先活动开 和咱们去锻炼 去做这个跑步也好 去健身也好 前面的一个热身很相似 对吧 咱们这个 这个口不操干什么用 帮助咱们去热身的 然后这个只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训练 对吧 他没有声音 他只是让你的嘴巴活动开 但实际上 咱们是不是 还需要让咱们的声音活动开 同学们对不对 在一上课前 先发链接免试误课 同学 确实今天是老师的问题 老师在这里的话呢 先给同学你道个歉 好吧 先给你来道个歉 同学以后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老师给你们保证 好吧 以后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好吧 OK 咱们刚刚说了对吧 口不操 口不操 它是一个锻炼咱们的一个 嘴巴的一个活动开 然后咱们现在这个 发声练习是干什么的呢 让咱们的一个声音也活动开 对吧 咱们毕竟要去唱歌 要去发出声音 所以说的话呢 你的声音也需要活动开 同学们给老师一块来听一下 一块来听一下 稍等我打开我的钢琴 同学们稍微听一下 稍微等一下 同学们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吗 可以听到吗同学们 可以的对吧 诶 刚刚老师弹的这一组音呢 它就是咱们的这个 它就是咱们的这个 1 2 3 4 5 6 7 1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同学们再来听一遍 再来听一遍 诶 诶 这是一个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诶 同学们首先 在听觉上来告诉我 在听觉上来告诉老师 它是不是感觉 音慢慢的变高了呀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它的音是慢慢变高的吧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 首先来建立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这个简朴的这些 1234567 斗然密发搜拉西 它的音是慢慢的提升的 数字越大 代表声音越高 能听见吗同学们 数字越大 代表声音是越高的 咱们首先 先把这个概念去了解清楚 好吧 然后呢 同学们带着这个概念 先把这个概念去记一下 咱们一块去做一下什么呀 老师刚刚说过的 学完之后 咱们首先可以通过它去练声 对吧 咱们一块去练一练声来感受一下 好吧 来听一下 咱们一般来讲 对吧 咱们一开始去接触练声 不需要接触那么多 不需要全部说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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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做一组练声 同学们好不好 用什么去做呢 拉 老师来给咱们做一组示范 好吧 来听一下 这样去做 结合咱们的琴声 这样的一组练声 好吧 现在咱们正式进入到唱歌里面了 对吧 正式进入到我们的发声练习了 对吧 发声练习 阶梯发声练习 好吧 同学们准备好的话呢 跟老师一块来做一下 咱们这次做长一点 听 老师先给咱们做个示范 为什么叫阶梯发声练习 首先的话 同学们听一下 它是音慢慢变高 然后回去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琴声可以大一点 是吧 同学 好的 同学们 有什么要求 对吧 有什么 有什么要求 可以随时来说 好吧 可以随时来跟老师说 严谨来说 应该是同一个音区 数字越大 音越高 对吧 同学你有了解过 对吧 同学 不要着急 咱们要去接触一个新内容 对吧 它一定是从简直到难 慢慢的去接触的 好吧 咱们先一点点来 首先先把这个概念记清楚 数字越大 音越高 对吧 先把这个记住之后呢 咱们接触新的东西 好吧 先来跟老师呢 先把这个练声来做一下 先来跟老师来把练声做一下 听一下 为什么叫阶梯练声呢 同学们听一下 有没有发现 咱们虽然是一直是 一样的旋律 对吧 但是咱们的音是慢慢升高的 有没有 同学们跟老师一块来试一下 好吧 老师做一组示范 同学们跟老师一块来唱一遍 然后老师再来做一组示范 同学们跟老师再来唱一遍 好不好 来试一下同学们 来试一下 来 我先来做示范 听一下 唱的时候呢 咱们把咱们的一个前面的内容 不要丢掉 张开嘴巴 对吧 三开训练法 不要丢掉 张开嘴巴 可以露出你的牙齿 以及口腔的空间 不要丢 好吧 再来一遍 来同学们试一下 来同学们试一下 来 再来一组 同学们好吧 再来一组试一下 听 一定要记得张开嘴巴 同学们 一定要记得把你的嘴巴张开 再来一遍 同学们试一下 再来一个往上走 首先啊 先把气息好 听一下老师的 同学们来一遍 试一下 继续往上 同学们现在还可以跟上吗 这个音高感觉累吗 同学们告诉老师 这个音感觉累吗 这个音感觉累不累 我先往上唱啊 我先往上唱 来听一下这个 可以是吧 对啊 保持状态 好吧 老师在这里说一个要点 好吧 说一个要点 为什么咱们的声音 要慢慢的变高呢 为什么咱们的声音 要慢慢的变高 就是你需要什么状态呢 你需要把你的低音的状态 慢慢的挪到高音里面去 整体的状态是不变的 老师给同学们示范一下 同学们感受一下 比如说你的低音是这样的 啦啦啦啦啦啦 对吧 你的低音是一个很浑厚的声音 往上走 啦啦啦啦啦啦 再高 啦啦啦啦啦 再高 啦啦啦啦啦啦 你声音不管多高 你的状态是不变的 同学们能理解吗 不要说一到高音之后 啦啦啦 就挤住了 高音之后不要挤 同学们 好吧 高音的时候不要挤 咱们为什么要慢慢的往上升呢 就是让你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让你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慢慢的往上走 走的时候注意什么呢 不要变状态 把你的状态稳定住 好吧 把你的状态稳定住 把这个拉说出去 嘴巴打得开一点 好吧 再来一遍 听 啦啦啦啦啦啦啦 来同学们试一下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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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上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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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好不好 再来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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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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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张嘴 同学们试一遍 同学们来试一下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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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咱们就大概的去熟悉一下 好吗 同学们 这个练习现在清楚了吗 就是只需要唱这几个音 然后一直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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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就可以的 好吧咱们课下的话呢 同学们 老师会把这个音频啊 发给大家 好吧 老师会把这个音频发给大家 大家下课之后的话呢 也可以按照这个音频 这样去练 好吧 按照这个音频 这样去练 咱们先熟悉一下 然后下堂课的时候呢 老师会把这个练习 稍微快一点点 咱们整体做一遍 好吧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去感受一下就可以 因为同学们可能还不太熟悉 对吧 OK 咱们这个声音也打开了 对吧 咱们的练习竟然做完了 对吧 咱们接下来去干什么呀 先去把歌来学一下 好吧 先来一块呢 先把这首歌曲去学一下 同学们 好吧 应用咱们前面的知识 咱们先把这首歌学一遍 学完之后呢 咱们再把今天这堂课的内容讲完 然后咱们再把今天的课程的内容 结合进去 看看会不会有所提升 看看会不会有不同的一个收获 好不好 先去用咱们前面的感受 前面的内容 把这首歌来学一遍 学完以后呢 咱们去加入今天的内容 再来试一遍 好吧 看看会不会有进步 好不好 OK啊 同学们 首先的话呢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同一首歌 同学刚刚说过 对吧 咱们前面这段不教嘛 也教的同学们 放心 咱们前面这段也是教的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句歌词 鲜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对吧 鲜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咱们需要 首先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需要注意这个 每一个老师画的一个重点字 同学们还记得怎么去做吗 重点字 咱们需要把咱们的嘴巴张得开一点 重点字 咱们需要把嘴巴张得开一点 鲜 鲜花 鲜花 同学们来试一下 好吧 鲜花曾告诉我 鲜花曾告诉我 先把这句歌词来跟老师读一下 重点读什么呢 鲜河告 鲜河告这两个字读得夸张一点 咬字咬的时候呢 圆润一点 好不好 试一下 鲜花曾告诉我 首先 这个两个字都是一个张嘴的咬字 但是同学们来听一下 它其中有点小区别 老师给咱们讲个小知识 鲜花曾告诉我 老师来唱一下 鲜花曾告诉我 同学们 来告诉老师 这句歌词里面 哪一个字最低呀 来听一下 感觉这句歌词里面 哪个字最低 鲜花曾告诉我 感觉哪个字是最低的 声音是最低的 来告诉老师 我 仙 我和仙 对吧 同学说我 同学说是仙 看 老师再来重复一遍 同学们可以再认真听一下 好吧 同学们可以再来认真地听一下 鲜花 鲜花 鲜花曾告诉我 鲜花 哪个字啊 现在清晰了吗 现在清晰了吗 是仙还是我 同学们来告诉我 同学们告诉我是仙还是我 现在清晰了吗 是仙对吧 是仙啊同学们 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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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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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现吗 这个仙字的声音会更加浑厚一点 鲜花曾告诉我 对吧 看看这里啊 同学们 有同学会就会说 老师我听的时候感觉不太明显 对吧 同学会说 老师 我听的时候不太明显 有的时候我听不出你的一个 还听不出你的一个唱的哪个高哪个低 其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唱歌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声音会跑掉 就是因为说我不知道这个音该唱的高一点还是该唱的低一点 咱们学完简朴之后就不一样同学们 是不是咱们学完这个简朴数字之后 我以后就可以对照这个数字去看了呀 比如说咱们看到这个鲜花两个字 如果它是一个一个一 一个五 那你肯定就知道 这个花比鲜要高 对不对 咱们这个简朴就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可以帮助咱们更明确 你下一个音是要往高上还是要往低上 同学们能理解吗 老师现在这里公布答案 鲜字是最低的 好吧 这个鲜字是最低的 那咱们为什么要老师要强调这个东西呢 鲜字最低咱们需要找什么呀 同学们 鲜字最低咱们需要找什么 找胸腔有没有 咱们前面讲过腔体对吧 胸腔是我们人体里面最低的一个腔体 能理解吧 胸腔是咱们人体里面最低的一个腔体 咱们需要用胸腔去把这个鲜字唱出来 这样的话你听 你的声音就会产生一个层次感有没有 你看 鲜花曾告诉我 他会比你唱成 鲜花曾告诉我 是不是感觉这个声音更加有层次感一些呀 感觉更加有变化一些呀 有没有 感觉更加好听一些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同学们以后记得 一句歌词 你也不用说是完全用一样的方式去唱 你完全可以说低音的时候对吧 去做一点这个胸腔的声音 让你的声音去产生一个不同的效果 同学们能理解吗 让你的声音去产生一个不同的效果 这个不同的效果怎么去产生呢 鲜花看鲜花 energy 它不是鲜花 它不是一声鲜 它是鲜 鲜鲜鲜 二声同学们能理解吗 鲜鲜 咱们可以在这个鲜字上面 去写一个二声 告诉自己 以后 这个鲜字我唱成二声去唱 同学们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你看这样去唱之后 是不是会比你唱成鲜花 要好唱一点 要轻松一点 好吧 咱们先来读一遍 试一下 显花曾告诉我 来试一下同学们 显花曾告诉我 先显 显花曾告诉我 同学们再来一遍 显花 显花 显花曾告诉我 OK 来唱一下同学们 来唱一下试一试 显花 来 显花曾告诉我 有没有同学们 有没有发现 这样唱是不是感觉 你的声音会更加沉一点呀 是不是会更沉一点 声音就不会飘起来了呀 有没有 然后咱们继续往后看同学们 继续往后去看 显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你看前面是在说 显花才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对吧 后面是在说你 前面是告诉我 后面是在说你怎样走过 咱们这个时候 声音是不是需要出去了呀 对吧 这个时候声音是不是要出去了 前面是告诉我 你声音可以收一点 咱们就说的沉一点 对吧 后面这一部分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稍微的往外去说一点了 你怎样 怎样走过 咱把这个怎样说出去 因为咱们是在告诉别人 你怎样走过 对吧 你怎样走过 那你说你怎样走过的时候 是不是往外一点呀 对吧 你要说出去告诉别人 让别人听到 对吧 你让别人听到 怎么去让别人听到 你肯定不能是 你怎样走过 你不能是你怎样走过 全部在身体里面不行 把声音说出去 对吧 你怎样走过 对吧 你怎样走过 你可以怎么去做呢 稍微的微笑一点 稍微让你的声音去微笑一点 同学们去尝试一下 去对比一下 你看是不是我笑起来之后 声音会往外一点呀 比如说你看 你 你 他和 你 你 是不是这个笑起来的你 会更加的往外一点呀 有没有 对吧 咱们来试一下 微笑一点去把这个 你怎样走过来唱一下 你怎样走过 你 怎样 走过 咱们连起来试一下 鲜花 注意前面的鲜花是什么 叹气 对吧 去找那个险的感觉 险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来试一下 前面不要提笑机 后面提起笑机 来感受一下 险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来试一下 鲜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这样唱你的声音 就不会说出现吉卡了呀 高音是不是也好唱了 低音是不是也能沉下去了呀 有没有 同学们有没有 有的话就要把咱们老师 刚刚讲过的记上 好不好 或者说呢 课下看回放也可以 说老师我刚刚忘了记了 也没有关系 首先后面好好来记 然后前面的部分 用你的这个看回放的时候 对吧 把前面标起来 老师给咱们讲的都是精华 好吧 你只要你把这节课认真听完 那你相信老师 这首歌你一定可以唱好 你的技巧性的东西 一定不会出现问题 好不好 咱们继续往后看 继续往后看 看一下后面这句歌词 来看一下后面这句歌词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首先来听一下老师来唱一遍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来告诉老师 这句歌词里面哪个音最低 这句歌词里面哪个音最低 它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大字上面 对不对 它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大字上面 这个大是最低的 大地 大地 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同学说到了对吧 大字是最低的 对 大字是最低的 那咱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这个大字可以往下沉一点 打打 打 咱们一样去唱成二声来试一下 打地之 打地 好吧 打地来唱一下 同学们不要说 老师 那我把这个字改掉之后 是不是对于我的声音会有影响啊 别人是不是会听起来我的声音怪怪的 同学们不会的 同学们不会的 包括你可以听老师这样唱一下 对吧 大地 大地 知道 是不是不会不会奇怪呀 而且能听出来 你这个大字会很浑厚 有没有 同学们来试一下 大地 知道 大地 知道 来试一下 大地 唱一下 大地 知道 大地 知道 然后咱们再来看后面 然后咱们再来看后面 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咱们把每个角落的话呢 嘴巴张开一点试一下 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来试一下 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来唱一下 你 从大地 大地 从大地开始好不好 从这里的话呢 直接去衔接 不太好衔接 对不对 咱们从前面这个大字开始试一下 大地 你知道 你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好吧 注意两个地方 一个这个大字 同学们如果记不住 把笔记记好 好吧 把笔记来记好 首先这个大字 去唱成二声 搭 搭 搭的感觉 然后就是 后面这几个重音的话呢 嘴巴张得开一点 倒 美 角 落 如果你说 老师 我这样去 哪怕我 你说到了 对吧 让我把这几个字张开一点去做 但是我还是做不到 对吧 我这几个字唱的时候 嘴巴就是会不要自主的 就闭住了 对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你可以先摘出来 对吧 先把这个字摘出来 单独的去拉开嘴巴 试一下 你看 倒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 把这几个字 单独来练一下 试一下 倒 美 角 落 再来一遍 倒 美 角 落 试一下 倒 我 地 知道 你 心中的 每一个 角落 诶 就是这个东西 好吧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看后面 来一块来看后面 甜蜜的梦 甜蜜的梦 同学们 这一次的话呢 咱们不找低音了 咱们不找低音了 找什么呢 找一下高音好不好 来 快来找一下高音来试一下 你看 甜蜜的梦 同学们感觉这句歌词难不难 来告诉老师 这句歌词难不难 你可以自己来感受一下 这个梦是不是 有一点点小高啊 有没有 这个梦子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小高啊 有点偏高了 有没有 感觉这个字唱起来 有一点点费力 有没有 甜 甜字 首先咱们不用说 对吧 甜字需要张开嘴巴 甜蜜 甜蜜的梦 这个梦子感觉好难呀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梦子感觉有点难 同学说的有点难 对吧 有些难了 那这个梦子 咱们怎么去唱的简单一点呢 其实还是在什么上面呢 咱们前面讲过的咬字上面 可以去做的更简单一些 怎么去唱呢 这个梦子 咱们可以唱成墨 在这个n里面呢 加一点翁再进去 你看 咱们不要唱成 甜蜜的梦 梦 不要唱成梦 唱成梦 梦梦梦梦 同学们来试一下 梦梦梦梦梦 把它去做一个变形 梦梦梦 做一个小小的变形 来试一下 甜蜜的梦啊 同学们来试一下 跟上老师 甜蜜的梦啊 同学们有做吗 告诉老师有没有做 有没有跟老师一块来做 有做的同学扣个一 好吧 同学们积极一点 跟老师来说一下 有没有跟上老师的步伐 咱们毕竟等那么长时间 我相信同学们啊 跟老师前面十几分钟 对吧 跟老师能等下来 你们一定是会好好学的 来告诉老师 咱们前面跟上了 跟上了吗 对 扣个一就可以 好不好 这个梦字啊 这个梦字 大家来看一下 甜蜜的梦 把这个梦 很棒 同学们很棒啊 来继续来看 同学们 扣完一之后 老师就放心了 有没有 同学们其实可以跟老师 多做一些互动 其实 你看 老师在这讲 咱们毕竟和线下课不一样 对吧 老师在线上 大家一定是需要 跟老师有一个互动 老师才知道 咱们在听课 如果说 我听课 同学们也不跟我交流 那是不是 大家没有在听我上课 我讲课太烂了 我会产生 自己产生一些疑惑 那扣名的课 可能就讲不好了 好吧同学们 首先的话呢 大家要自信 也给老师一些自信 好吧 咱们互相去 互相去促进一下 把课程学好 好不好 OK 对拼出来 对吧 把这个梦字拼出来 咱们不要拼成梦 你看 翁这个音 去唱高音 就会比你的这个 嗯 要简单一点 咱们试一下 甜蜜的梦啊 来唱一下 天蜜的梦啊 同学们来感受一下 会不会有变化 是不是很神奇 会不会有变化 甜蜜的梦啊 有没有 这个梦字一唱出来 感觉和这个嗯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没有 对 我看这个 英文这个同学 不太会拼同学 这个英文的这个同学呢 有打出来 对吧 这样去唱的话 会轻松很多 同学们 老师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 老师在把这首歌 顺的过程中 一点点给咱们总结出来的 所以希望同学们的话呢 可以把笔记做好 你课下自己去尝试一下 一定会有帮助 好吧 一定是会有帮助的 来继续往后看 继续往后看 看后半段 谁都不会错过 对吧 老师在这给咱们 篇出来了 不要唱成谁 谁都不会 声音太尖细了 有没有 谁都不会错过 这个谁不好唱 其实你看同学们 这个谁呢 唱成谁 把这个谁字一样张开一点 谁都不会错过 试一下 谁都不会错过 来唱一下 谁都不会错过 有没有 这样去唱 是不是就会简单一点 谁都不会错过 咱们连起来试一下 好吧 咱们连起来试一下 甜字开始 甜字开始 来 甜蜜 三二一 好吧 三二一 甜蜜的梦啊 谁都不会错过 这样是不是会简单一些 其实你看 很神奇 有没有 咱们只是在两个字里面 做了一点小变形而已 这句歌词 感觉唱起来 就会轻松很多 有没有 就会轻松很多 然后咱们继续往后看 终于迎来今天 这欢聚时刻 你看 这句歌词的话呢 咱们除了需要去注意 咬四 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它和前面会有区别的 同学们 什么区别 看一下 前面是不是都是一个 散文一样的形式 咱们在最后这一句 终于迎来今天 这欢聚时刻 它是一个 总结性的发言 有没有 它是不是一个 总结性的东西呀 同学们告诉老师 你看 前面三句是 鲜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然后大地的话呢 知道你心中的 每一个角落 甜蜜的梦 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的今天 这个欢聚的时刻 有没有 最后这句歌词 它进行了一个总结 它是不是需要和前面的三句 去做出一个对比呀 它是不是和前面三句 需要去做出一个区分呀 你不能够唱成说 鲜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 每一个角落 甜蜜的梦啊 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今天 这欢聚时刻 不能这样吧 对吧 这样去唱起来 感觉 太 怎么说呢 没有情感在里面 没有情感在里面 太单调了 有没有 太单调了 所以说咱们最后 这句怎么去唱 唱得稍微的 去夸张一点 你看比如说第三句 咱们唱成 甜蜜的梦啊 谁都不会错过 最后一句 终于迎来今天 这欢聚时刻 做的要比前面三句 更加夸张一些 有没有 那夸张怎么去做呀 其实还是一样 很简单 咱们在咱们的一个 咬字的时候 在咱们去读歌词的时候 就把这个做好 试一下 终于迎来 你同学们要记得 一定要去积极一点 兴奋起来 活动一下 让自己兴奋起来 好不好 你看老师给咱们讲课 讲得都很兴奋 有没有 对吧 让自己兴奋起来 试一下 终于迎来今天 张大嘴巴 对同学说的很棒 首先就是张大嘴巴 然后的话呢 让你的心情 同学们 心情上 从你的这个意识上 让自己兴奋起来 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心情 我们的意识 其实也可以影响到 我们的一个唱歌的 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唱歌的声音 就会悦耳一些 你心情湿漏的时候 让你唱一些开心的歌 你也唱不好 对不对 如果说 你现在啊 你现在心情很不好受 感觉自己现在很伤心 我让你说 你同学你给我唱一首 同一首歌 对吧 你可能会唱成 终于迎来 今天 这幻局 对吧 可能会哭出来 可能会 对不对 它和这个歌曲的情感 就不相符了 对吧 所以这首歌咱们唱的时候 让自己的一个心情 转变过来 兴奋起来 对吧 终于迎来 今天这欢聚时刻 开心一点 对吧 终于迎来了 对不对 来读一下 把这几个字啊 老师给咱们摘出来 中字张开嘴巴 中 中 金字 金 金 同学们啊 这个字又有东西了 又可以说的东西了 看这个金字啊 金字的话 同学们是不是唱的时候 都会唱成 金呀 嘴巴是不是不张开呀 其实这个字也是一样的啊 同学们 这个金字 嘴巴也需要张开 好不好 金这个字 嘴巴也需要张开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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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唱 同学们试一下 不要说 老师 我这个字变形了 对吧 和我的一个原来的字 不一样了 中国的唱歌 中国说话 不是讲究自证腔缘吗 我这样去读 是不是不太好 同学们 咱们唱歌 同学们 老师需要打扩 咱们这样的一个观念 同学们 唱歌需要干什么 需要让咱们的 咱们所有的唱歌 所有的发声 都是为什么服务的呢 都是为声音服务的 为声音服务 你看 咱们唱成一个 终于迎来 天天 就是会比你唱成 终于迎来 今天 也好听 你信不信 老师给咱们做个示范 好不好 听一下 终于迎来 今天 他和你这个 终于迎来 今天 有没有 今天 是不是这样唱起来 你的声音会更浑厚一些 更好听一些 有没有 所以说 哪怕是一些 你不太好张嘴的字 也要去强迫自己 稍微的张开一点 其实咱们唱歌在干什么呀 唱歌就是在去改善 咱们的一些习惯 去改一些 对于你唱歌不好的习惯 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金字 不张嘴 对于唱歌来讲 它就是产生一个坏的影响 让你后面的歌词 唱得更难听 对吧 咱们就去把这个习惯改过来 在唱歌的时候呢 把它张开去做 好吧 来试一下 一开始就很难 对吧 一开始去做的时候 你肯定会不习惯 但是没关系 多来几次 多来试几次 多去习惯一下就可以 好不好 看今天的金字 金 试一下 金 再来一遍 好不好 金 OK 把闭口音唱成开口音 就容易唱对吧 老师 这个字 同学 这个老师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因为咱们不管是任何的东西也好 它都会有特殊情况 对吧 任何东西都会有特殊情况 但是总体来讲 大部分是这样的 好吧 老师可以这么跟你说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好不好 OK 继续往后看 继续往后看 今天这个这字也是一样 这 这 一样去张开嘴巴 这 欢句实 刻 刻 来试一下 同学们 好不好 来试一下 把这四个字 咱们整个串一遍 全部张开嘴巴 来试一下 中 金 这 刻 再来一遍 中 金 这 刻 来唱一下 先读一下 先来读一遍 同学们 不好意思 先来整个读一遍 好不好 兴奋起来 老师刚刚说过 兴奋起来 试一下 终于迎来 今天 这 欢句 时刻 再来一遍 终于迎来 今天 这 欢句 时刻 OK 来试一下 好不好 来唱一下 唱一下 感受一下 好不好 OK 从中开始 终于 三 二 一 终于迎来 今天 这 欢句 时刻 有没有感觉不一样了 继续往后看 同学们 继续往后看 水千条千万座 水千条 这个水字不用说了 对吧 水字张开嘴巴 这个也很简单 水千条山万座 试一下 水千条山万座 把山和水 张开一点点来 水千条山万座 再把后面试一下 再把后面试一下 我们 我们 曾走过 来整个来试一遍 水千条山万座 我们 曾 走过 来唱一下 水千条山万座 我们 曾 走过 再来一遍 水千条山万座 我们 曾 走过 继续往后看 每一次 这个每字是不是 也是一个开口的声音 每一次 把嘴巴尽量打开一点 每一次 相逢 这个相字 和那种 美的张开嘴巴 可能不太一样 同学们 你看同学们可以读一下 美的时候 我们的声音 它可能像是 像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有没有 你在唱这个美的时候 声音可能像一个 像一个 三角形 美 美 口腔里面像一个三角形 每一次 但是 后面这个相不一样 这个相符的相 你不能唱成 相 相 不能这样去唱了 咱们把这个相字怎么去做一下呢 相逢 那它变成一个圆形的感觉 一个C型的感觉 相逢 口腔里面的空间也需要给出来 同学们能理解吗 这个相字 很容易找到口腔的感觉 那个美不好找 对吧 那个美字你不好说 美 你不好这样去唱 老师不强求 但这个相字 一定要需要把你的这个 口腔里面的空间打开 对吧 打开口腔 相 相 这样去找 试一下 每一次相 再来一遍 每一次相 OK 来看后面 相逢和笑脸 都 告诉老师 这个都字是不是也是呀 这个都字是不是也是比较容易找到这个口腔的感觉的呀 相 都 相逢和笑脸 都彼此名 克 然后到克之后 可能会相对而言 不太好找这个口腔 但是同学们 中间这两个 相和都 相逢的相 和笑脸都 这个都字 一定是需要 把你的口腔的空间 打得开一些的 好不好 好不好 同学们 把这个记清楚啊 同学们 来试一下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 都彼此名克 有没有同学们 这样去唱是不会轻松一些呀 包括你的声音 有没有发现 和平时会有点小差距呀 有些差别有没有 咱们现在试着 把这一段 咱们先来一段 好不好 同学们包括可能学了 这么长时间的歌 这么久 咱们大概学这个首歌 学了半个多小时了 有没有 咱们学完这一部分的歌呢 咱们先休息一下 让自己的嘴巴休息一下 咱们先去把这个 今天的简谱 这个知识点 咱们先讲完 再去学习后面半部分 好不好 在做之前呢 咱们先整体来一遍 整体跟老师来读一下 试一下 鲜花 鲜花刚说过对吧 鲜花 同学们还记得吗 鲜花二声 鲜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下一句 打滴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继续往后 甜蜜的梦 对吧 甜蜜的梦 甜蜜的梦啊 谁都不会错过 然后兴奋起来 终于迎来今天 这欢聚时刻 然后继续往后看 水千条山万座 我们曾走过 继续往后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 都彼此名刻 就这样的方式 好吧 同学们 刻下也可以跟老师的一个朗诵 反复地跟着去试一试 好吧 去找一下感觉 然后咱们试着 把刚刚读的感觉 用到咱们的唱歌里面试一下 好不好 走 走一下 同学们稍等一下 或ấu sair 记录 на脸 摇,摇。 med 三、二、一 鲜花森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继续 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今天这换句时刻 有没有说这样唱的话会轻松一些 继续往后 水前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 继续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 都彼此明刻 有没有说 同学们我们要记住啊 你在一个地方偷懒 一定会在另外的地方去回馈给你 就比如说你在去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的咬字不积极 那你的嗓子就肯定会累 咱们都知道 嗓子累之后对你唱歌来讲 一定是不正确的 对吧 为了避免咱们嗓子累 你就需要让你的口腔的状态做的夸张一点 好不好 做的积极一点兴奋起来 好不好 OK 咱们这是咱们的前半段 后半段的话呢 咱们一会儿先稍微休息一下 咱们先去讲一讲咱们的阅理知识 讲完之后 咱们再去学后半段 好不好 讲了阅理知识之后 咱们再去学这首歌的后半段 稍微休息一下 在嘴巴休息一下 好吧 OK 包括同学们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喝一口水 对吧 来喝一口水 来听老师讲后面的这个知识点 OK 来一块看一下 一块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还是咱们刚刚的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吧 老师刚刚说过 它分别对应一个 Do Re Mi Fa Sol La Si 对吧 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 它叫做简朴 这个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叫做简朴 包括也是咱们平时在这个 如果你拿到一张朴子 对吧 一首歌的朴子 它除了咱们的一个歌词 上方这个音高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样去表述的 对吧 咱们只需要记住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分别对应什么呀 它分别唱什么就可以 比如说你看 都对一对应这个都 都叫什么呀 这个叫做唱名 下方这一排 对吧 这个Do Re Mi Fa Sol La Si 叫做唱名 这个东西的话呢 咱们不需要让同学们记住 什么意思呀 同学们不用说非要记住 它怎么去写 因为咱们平时遇不到 你只需要干什么呀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对吧 我看到这个一之后 我的脑海里 能立刻反映出来 这个一 它代表都 就可以 好吧 你不用说啊 老师我看到唱名这个 Do Re Mi Fa Sol La Si 感觉好费力 我是不是还需要把它要背过呀 同学们不需要 同学们 不需要那么麻烦 好吧 不需要那么麻烦 这里咱们只需要知道 它怎么读就可以 好吧 只需要知道 它怎么读就可以 然后再往后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叫做音名 这个东西叫做音名 咱们后面会讲 今天的话呢 咱们先认识一下 这几个音名 分别对应咱们的一个简朴的哪个音 比如说你看 这个C 对应咱们的一个Do 然后呢 这个G 对应咱们这个S 它是什么呀 同学们不知道有没有平时听说过 比如说有人会问你 你唱这首歌是什么调的 你唱这首歌是什么调的 其实这个就代表调 你把这个学会 咱们后面知道 自己唱歌的时候唱什么调了 我如果这首歌唱的 这个音太高了 对吧 我想去建个调 这个就是调 好吧 咱们先不往深了学 咱们今天一点点来 一点点来 对吧 同学们也说了 老师 我小时候就想学 想好好学 既然咱们好好学 那就肯定是需要慢慢去来的 一点点去进步 好不好 咱们今天只记住什么就可以了呢 这个1234567 分别怎么去读 怎么唱 对吧 对这个唱名哪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呀 这七个音 分别对应音名的哪一个 C D E F G AB 其实这个也很好 很好记 很好记的 咱们就只需要记住 一开始是C 一开始是C 然后往后顺就可以 到G之后结束 然后AB 好吧 这样顺就可以 这个可能需要咱们多去看两遍 多去看两遍就可以 好吧 咱们上课呢 就不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同学们多去看一下 好吧 多去看一下就可以 然后就是什么呀 咱们来看一下啊 它分别对应钢琴的哪个音 对吧 相信同学们 有收到咱们的钢琴吗 同学们 有收到咱们的钢琴吗 咱们当时去 咱们当时来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给咱们艺人去 赠送了一架琴呀 有没有 同学们的钢琴都收到了吗 咱们现在就可以 对吧 你拿到琴之后 肯定不会让你白白拿着 本来放着肯定不会 对吧 咱们一定是需要用到的 怎么去用呢 首先咱们需要去认识它 对不对 咱们首先是需要去认识它 同学没有收到 对吧 没有关系 等你收到之后 它一定会在这两天 就可以给你发到货 好不好 可能今天没有收到 但是一定会在这两天收到的 咱们先听 听完之后呢 等你的琴到了之后 咱们来一块试试做一下 好吧 首先来看一下 咱们刚刚说了 它是一个 Dore Mi Fa Sol Si 对电子琴 Dore Mi Fa Sol Si 在钢琴里面 怎么去表示呢 同学们可能说 老师 我一看到这样的一个 好多的琴键 那是不是太复杂了 其实同学们 很简单 同学们其实很简单 同学们其实你们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琴对照一下 没有琴的也没关系 咱们有图片 对吧 也可以来看图片 它其实是有规律的 同学们 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有规律的 同学们来看一下 老师先把我的一个屏幕先关掉 因为这个图片的话 有点大 有点大 老师先把这个屏幕关一下 好吧 同学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琴 来看一下这个琴 它是不是一直都是两个三个两个三个这样去呈顺序的往后进行的 对吧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当做参照物 对吧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当做参照物 咱们怎么去描述呢 老师可以给咱们说的形象一点 这两个黑色的这样的一个钢琴块 咱们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筷子 两根筷子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后面这三个黑色的钢琴键是什么呀 是一个叉子 一双筷子 然后一双叉子 一双筷子和一个叉子 对吧 咱们的一个 都在哪啊 在这个筷子的一个左下角 在筷子的左下角是这个都 同学们能理解吗 然后咱们一四往后排列就可以 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 连密发 搜拉西 包括往后也是一样 都 连密发 搜拉西 这样的 同学们能理解吗 能理解的话给老师扣个一好不好 咱们能理解之后再往后学 因为这个是知识点 咱们老师一定要保证大家都学会 好吧 为什么没人理我 没有听懂吗 同学们 没有听懂 没有关系 同学们 老师先把头露出来 先把头露出来 没有听懂 没有关系 来问老师就可以 咱们既然是直播课 对吧 可以对吧 可以就OK 同学们 可以就好 如果你哪没有听懂 对吧 咱们直播课 你哪没有听懂 一定要及时来问老师 好不好 一定要及时来问老师 老师随时都会看到咱们的弹幕 好吧 OK 这是咱们第一步 先去了解 咱们怎么去在钢琴中 找到这个兜 怎么去找啊 去找那根筷子 对吧 去找那双筷子的左下角 这个就是兜 好不好 然后的话呢 咱们来想象一下 钢琴有很多件 对吧 咱们能发现 钢琴是有很多的件的 那它这么多件 是不是都需要去命名啊 它是不是会命名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是不是不会啊 同学们 那样是不是太复杂了呀 咱们都听说过 钢琴只有七个金 对吧 钢琴只有七个银 怎么去做的呀 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样一组一组的往后去排列的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 咱们还是拿这张图片看 更加清晰一点 更加清晰一点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吧 然后往后之后 这个不是八 同学们 这个不是八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还是一 然后继续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样去往后 一组一组进行的 同学们这样说能理解吗 这样说能理解吗 它不会有八啊 同学们 咱们的声乐里面 咱们的音乐里面 这个乐理部分 数字只有七个 没有第八个数字 好不好 同学们能理解吗 就是七个 然后一个轮回 再继续来七个 七个一个轮回 继续七个音 然后既然你看 同学们 它是七个音 七个音 这样去排列的 对吧 那它肯定是需要 做一个区分的呀 对不对 咱们不可能说 你每一组音 对吧 你不可能说 你每一组音 你都是这样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我在这个简谱里面 给咱们一个 简谱里面 给咱们一个兜 那你告诉我 我是去谈 我是去谈这个一 还是去谈这个 是去谈这个 这个一 还是往后去找一呢 那咱们是不是 不太清楚啊 对不对 咱们不太清楚 找哪个一 所以说的话呢 咱们就去做了一个区分 所以说咱们去做了一个区分 怎么去区分呀 同学们来看一下 首先 在咱们的一个正常来讲 咱们正常的一个 人生 英语里面是怎么做的呢 看一下 一 同学们不好意思啊 老师这里的一个 老师这里的课件 可能是在这个电脑上面 显示的时候出问题了 在这里出问题了 老师给咱们去解释一下 好吧 解释一下 首先 咱们去看啊 二三四五六七 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是咱们正常来讲 一个英语 我们正常去说话也好 去唱歌也好 最舒服的英语 点错了吗 应该不会吧 可能就是我 当时专门还调试了一下 调试完之后反而出错了 一会给咱们解释啊 没有关系 一会给咱们去解释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话呢 是咱们正常来讲的一个英语 比较舒服的英语 然后你看 吸完了之后该一了 那这个一 怎么和上一个一去区分呢 就是在这个一上面去点个点点 同学们能理解吗 在上 在上一个一的 在这个一 在上个一的前面 点个点点 告诉我 哎 这个一要比上一个一呢 要高 它是上一次 同学们这样说能理解吗 这样说可以理解吗 然后咱们反过来想 对吧 去反过来想 那比这一组要低的时候怎么做 来告诉老师好不好 比这一组音 不要看 不要看这个点点 同学们 这个点点 我这个屏幕显示出问题了 好吧 同学们来告诉我 比中间这一组 还要低的这些音 你需要怎么去点呀 你需要怎么去点 是不是需要往下点呀 同学们 对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哪细 这个六七 比这一组音要低 对吧 那它是不是 就是这个拉 这个吸 往下点 点两个点 就OK了 然后的话呢 上面这个 哎 上面这个一二的话呢 在它的上方 点两个点 啊 就是同学们记住 高音 在头上点个点 哎 对吧 高音在头上点个点 比这一组要低的时候呢 在这个屁股下面点个点 对吧 这样说形象的 啊 这样去说 咱们包括去唱歌的时候 你这样去区分 也会容易一些 好吧 咱们首先记住 记住第一个概念 啊 首先记住第一个概念 什么呀 这几个数字是一个比一个要高的 啊 它的音高是越来越高的 然后的话呢 一直高到极限之后 到下一组 就会去点点了 哎 要记住 如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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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个 的头上 啊 如果一个 一个 的头上 带个点点 对吧 那这个一 就要比这个正常的一来讲 要高一 要高一倍 要高很多 好吧 能理解吗 同学们 能理解吗 对 高音数字 上面加点 对啊 同学们 同学你总结的很到位 啊 总结的很到位 老师来给 来给他们总结一下 好不好 也给他们总结一下 第一啊 同学或者你也可以来总结一下 给他们当个课代表 好不好 给咱们把这个低音也总结一下 低音是什么呀 低音是数字下方点点 下方 好吧 低音是数字的下方 去点个点点 哎 这样的 OK 然后咱们继续来思考一下 然后咱们继续来思考一下 哎 我们的低音和高音区分开了 对吧 那我在钢琴中怎么去找呢 对吧 钢琴中 那我具体我唱的那一个 那一组音在哪 对吧 我们刚刚只是说了 这个数字怎么去表示 对吧 我们刚刚只是说 这个数字怎么去表示 那我如果要去钢琴里面去找 对吧 我唱的时候 老师我想唱一首歌 我不知道这首歌多高 我怎么去在钢琴里面去找啊 同学们来看一下 哎 钢琴里面怎么去对应的呢 看一下 哎 找到中央C 哎 中央C 中央C是什么呢 其实中央C就是咱们讲的 这个1 上面没有点 下面没有点 这个1叫做中央C 刚刚说过对吧 C对应什么呀 C对应一个 都 对应1对吧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是不是 C对应1和都 对吧 中央C的什么意思呢 中央C就是咱们这个1上 上面没有点 下面没有点 咱们唱起来 最舒服的那个1 唱起来最舒服的那个1 咱们怎么去找这个1呢 很简单 找你钢琴的最中间那一组件就可以 不管你的琴 什么型号 去找你钢琴最中间的那一组 1234567就可以 同学们能理解吗 去找你钢琴最中间那一组 那一组就是咱们唱歌也好 你唱歌的时候 最舒服的那一组 也是咱们用的比较多的一组 好不好 同学这么说能理解吗 这个其实也是咱们为什么要去学这个 CDFGAB 你看 它可以这样去区分嘛 对吧 它可以这样去区分 你比如说其实咱们刚说过 对吧 钢琴有很多键 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 钢琴有这么多键 对不对 钢琴有这么多的键 那我说 哎老师 你刚跟我讲了 正常咱们去唱的那一组音 在中央C 在它上面 往上走的话呢 上面点个点 那老师如果 再往下走一组怎么办呢 很简单同学们 其实很简单 往上面点两个点 简单吧 有没有 往上面点两个点 再往上的话呢 往上面点三个点 同学们 你看这样去做的话 虽然说 咱们在一定程度上 一定程度上还是很方便的 但是随着你的音 越来越高也好 越来越低也好 是不是不太的方便呀 不是十分方便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出现了这样一个东西 CDEFGAB 刚刚说的一个音名 用音名去表示 因为音名的话 咱们更好区分一些 怎么区分呢 它是怎么去区分的 比如说 在咱们正常的 在咱们正常的 一个这个 咱们刚说的一个中央C 这一组里面 它是一个小字1组 小字1组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一个小写的C 对吧 咱们一个小写的C 然后上面写个1 小写的C上面写个1 然后随着你的音越来越高到 下一组之后 小写的C上面写个2 然后写3写4写5 这样是不是比你这个 1上面点好几个点 要方便一些 有没有 有没有 它是不是比你点点点 要方便很多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老师这种图片 可能稍微的有点不太清晰 同学们能看清吗 它是这样的 随着你的音往上走 咱们这个数字开始变 开始变化 好吧 这的话呢 大概先了解一下就可以 下节课呢 我给你找个清晰的图片 咱们再来看一下 好吧 可能今天内容就多了 老师下节课呢 给咱们找个清晰的图片 咱们再来去看一下 再来回顾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咱们先去了解这些 为什么咱们也需要用CDFGAB 因为这样的命运方式 会更加方便一些 更加方便在钢琴上面 去进行一个表述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最后啊 既然讲了这么多东西 咱们最后的目的是干什么呀 最后的目的 那一定是为了唱歌 对吧 咱们刚刚说了 小字一组 是咱们正常来讲的话 一个那个 上面没有点 下面没有点那个一 对吧 再往上走 小字二组 小字三组 小字四 小字五组 慢慢的变高 然后往下也是一样 小字组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小写的C 上面没有 上面没有数字了 这个叫做小字组 再往低音走 变成了一个大写的C 它是大字组 再往低走 大字一组 大写的C 上面写个一 再往后再往后 这样的去排列的 同学们能理解吗 它是这样去排列的 但是咱们一般来讲 同学们 唱歌的时候 咱们人生的话呢 是有极限的 对吧 是有极限的 它和乐器不一样 人生的话呢 它的一个音域来讲 相比钢琴 相比钢琴要稍微的偏窄一点 比钢琴要窄一点 咱们一般用哪 用哪去唱歌呢 用这个小字组 小字一组和小字二组 然后最多的用的是什么呢 这个小字一组 也就是刚刚那个 不加点的那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同学们能理解吗 同学们可以把咱们这个 解个图也好 或者你刻下 刻下之后 看回方的时候 解个图也都可以 好吧 也都可以 OK 咱们就记住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平时唱歌的时候 是唱到哪 比如说别人问我 你唱歌 你唱的这首歌曲 它是哪一组的 哪个音 对吧 你可以告诉它就可以 就OK 好吧 OK 咱们继续往后看 继续往后看 说这么多 对吧 说这么多 还是为了干什么呀 为了唱歌嘛 对吧 说了这么多 是为了干什么 为了唱歌 咱们现在试着 咱们刚刚理解的东西 在唱歌里面去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 好不好 在唱歌里面去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 来一块看一下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简朴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简朴 同学们可以看清楚吗 可以看清楚 老师这里的简朴吗 把咱们刚刚学过的 这个1234567来去看一下 老师一块来读一下 咱们刚刚说了嘛 对吧 今天的第一个任务 是干什么呀 把所有的数字 把所有的数字 分别看一下 他怎么去读 对吧 你可能刚刚去那样 1234567 感觉老师 没什么难度嘛 对吧 这个太简单了 你看看 试一下 把它换个顺序之后 还简不简单 把它换个顺序之后 看看会不会变难了一点点 看一下 老师可以跟大家一块来读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说你们看这里的话 有点费力 不太清晰 也可以看老师 给咱们发的那个图片 对吧 一天下午 应该我让咱们的主角老师 给咱们发过了 对吧 可以看你们自己的图片 都可以 好吧 首先看一下 这个鲜花的鲜字 是不是这个鲜字 是最低的呀 这个鲜是个SO 是个5 是个SO 对不对 那这个SO看一下 它是不是下面 带了个点点呀 有没有 告诉你 这个SO很低吧 对吧 它比你平常的这一组音 要低很多 有没有 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更直观一点 也就刚刚说的 同学 你听歌的时候 可能听不准确 不知道哪个音高 哪个音低 那你是不是 我看到这个简朴之后 我就明白了呀 这个鲜字是最低的 然后咱们分析一下 鲜字唱完之后 后面怎么去做 是不是 这个花层告诉我 是慢慢的变高的 有没有 它是 鲜花层告诉我 告诉这个素字是最高点 然后 告诉我 你 我 你 从这个素往后的话 是慢慢变低了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的呀 咱们通过这样去做 去唱歌 是不是会明确一点呀 因为我就 至少我知道 我下个音 该往高唱 还是该往低唱了 你不会错的很离谱 对吧 你不会错的很离谱 你不会出现说 鲜花层告诉我 你怎样 对吧 你不会说一下子跑得很离谱 有没有 通过这个 可以给咱们做一个界限 告诉自己这个音 大概在什么位置 同学们能理解吗 这就是咱们学简谱的一个目的 让你的一个跑调 去做一个改善 OK 然后继续往后看 咱们读一下 对吧 刚刚说了 读一下 先把第一句来读一下 好不好 你现在不用带音高 同学们 老师说 老师 我像你一样去模仿 感觉不太行 太难了 对吧 不要着急 跟老师来读一下就可以 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呀 第一个是so 对不对 第一个是so 再往后看 so do right mi fa mi do right 就这个速度就可以 同学们好不好 就这个速度 跟老师一块来读一下 so do right mi fa mi do right do la do 这样去做 这样去整首的读一下 我相信这个没什么难度吧 同学们 这个可以做到吗 这个哪怕说你一开始做的慢点没有关系 你刻下多去做几次 好不好 刻下多去做几次 什么时候你可以说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 so do right mi fa mi do right do la do so do right mi fa so do fa mi so right mi right 变成这样的速度之后就可以了 好不好 把这个养成习惯 把这个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之后 下一步干什么呀 下一步可能就有点难度了 什么难度啊 去加上音高 你看 咱不能读的时候那么机械 把音高加上 so do right mi fa mi do right do la do 把音高加上之后再去做一遍 这个东西怎么去做 同学们不要担心 老师在这里的话呢 首先带咱们去唱两遍 好不好 你先慢慢的跟一下 你也可以唱歌词 好吧 如果说老师我实在跟不上 没关系 唱歌词也可以 但是你课下之后 对吧 去看老师的回放 多去尝试一下 首先第一步咱们按步骤来 第一步先读下来 先把它读下来 读得同顺一点之后 再跟老师一块去唱这个简谱 好吧 什么时候你们能把唱谱学会 进不上你的一个 你的一个阅理 包括你的一个音准 不会出现问题了 好不好 老师给咱们先来一块来试一遍 好不好 咱们一块先来试一遍 慢一点 慢一点试一下 so do re me fa me do re 这个速度来试一下 好吧 这个速度来试一下 3 2 1 谢谢你同学 4 2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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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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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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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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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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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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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音比你平时的音要低 这个SO要干什么 需要在它的下方 去加一个点点 对不对 在你的这个音下方 加个点 这个叫低音 刚刚都说过了 对吧 然后咱们发现了 第二个东西 第二个这个标志 什么东西 发现有一个 有些地方 这个数字的上方 加了一个弧线 有没有 有些音的上方 加了个弧线 这个是什么意思 应该学识句 可以同学 对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觉悟 好吧 我们一定需要有这个觉悟 你要把一个东西学好 一定需要短眼进去 我们互相加油 好不好 老师一定给咱们 好好的教 同学们也要好好去学 好不好 OK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联音 第二个东西 这个弧线是干什么用的 首先来看一下 一般的话 你看出现弧线的地方 这有什么规律 看一下 首先你看一下 这个今天同学们 终于迎来今天 这个金字 是不是有三个音 有没有 同学们发现了吧 这个金字有三个音 有没有 咱们唱的时候 它不是说 终于迎来今天 它是今天 对不对 包括你看前面这个角落 也是一样 大大地知道你心中的 爱同学们就好好听 好吧 那就来好好来听一下 看一下这个第二句 第二句这个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个角落 看一下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看那个角色 角落 饺子是不是一个软咪呀 对不对 每一个角落 同学们可能平时听到 老师 我听到这些转音对吧 这个在咱们的唱歌里面有个名词叫做什么呀 叫做转音 感觉很难 但是你看这个简谱 是不是很直观呀 其实很简单 有没有 就是这个角字 往上扬了一下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角落 很简单吧 有没有 包括你看这个 终于迎来今天 这个金字感觉好复杂 但是你看这个简谱 终于迎来 看一下第三行 同学们 如果找不到的话 看第三行 这个今天的金字 终于迎来 基 音 音 天 有没有 基 音 音 其实就是把这个音 慢慢的降低了两次 很简单吧 咱们其实碰到这些地方 怎么唱啊 很简单 先分解开 老师所有的教法都是一样 先简单到难 对吧 先简单到难 慢慢来 先把它分解开试一下 你看 终于迎来 终于迎来 基 音 天 试一下同学们 一块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终于迎来 基 音 天 基 音 天 现在再试着把它连起来 终于迎来 基 音 天 基 音 天 基 音 天 是不是感觉 轻松一点了呀 对不对 现在再试着把它唱一下 试一下 终于迎来 基 音 天 是不是就有了呀 对不对 是不是就有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连异线就这个意思 它一般会用到什么地方呢 一个字唱好几个音 用连异线连起来 告诉你 这几个音虽然说分开了 但是你需要连起来唱 因为它是一个字嘛 对吧 你这个字不能够唱成 基 音 音 天 你不能够真的这么去唱 对吧 你唱的时候还是要需要连起来的 就这个意思 同学们能理解吗 包括你看后面也是一样 音 音 这是什么呀 我都看不清 看不清谱子了 这个有点小 看一下第四行 看这个同字是不是也是一个往下滑的感觉 所有的童年 对不对 滑的时候就要滑的流畅一点 连异线 对不对 连线 连起来唱 你不能唱成 所有的童年 一定要连起来 同学们 把这个记住就可以 好吧 同学们现在记住了吗 这个叫连线 低音和连线 然后最后看一个什么东西 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符号 好像是一个人的 好像是一个人有没有 这两个点点下两个眼睛 下方像个嘴巴 有没有 这个叫做什么呀 这个叫做反复 比如说它什么意思呀 它们就是 显花村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一直唱到这里 最后一段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这个歌子唱完之后 这个符号告诉我们 你现在需要从头开始唱了 你现在需要说 唱第二段 你看那个 水千条山万座 需要从那开始了 其实就是一个 简便记号 学们能理解吗 其实这个就是个简便记号 如果说你不用这个记号的话 你可能还是需要说 再把这个谱子 再来打一遍 可能需要用两张 比较复杂 包括咱们如果平时 你去唱歌 你唱了一张之后 我需要翻页 对吧 可能比较麻烦 这个东西就干什么用啊 让咱们更加轻松一点 在一张纸上面 可以把这首歌唱完 这个意思 同学们能理解吗 这叫做反复 就是你唱到这个反复之后 对吧 看一下第二行里面 倒数第二行这 唱到这个反复之后 咱们从头开始 再来唱 再来唱之后呢 看一下 进到哪 进到这个二房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自己手上的这个谱子 在最后两行的时候 有个一有个二 能看到吗 可能你看我这边的这个视频上面不太明显 倒数第二行 在那个我 这个 看一下 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那个我们上面 有个一有个二 能看到吗 同学们 能看清吗 可能看不太清晰 能看到吗 把这个给咱们解释一下 最后一个月底指使 解释完 咱们就开始去 把后面的歌学了 好吧 就学后面的歌了 能看到吗 有没有 它是一个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这个歌字 是不是比你前面的音 要更加的高一点呀 对吧 这是第一段的一个感觉 然后 咱们第二段重复之后 怎么唱呀 重复之后 唱的这一段 它是变成了 发发发 看一下这个反复记号后面 那个二房子 发发发发 发发 对吧 它这个音就往下走了 对不对 就是告诉咱们 唱完那个同样的欢乐 给了之后 第一遍 咱们唱完给了之后呢 衔接那个一房子 进第一个房子 然后咱们第二段 这个重复的这一段呢 唱完这个 同样的欢乐 给了之后 给了咱们这个第一房子 不管了 直接进到一个第二房子里面 同学们能理解吗 第二房子 可以理解成房子 两个房子 你第一段 是进第一个房子 第二段 把第一个房子跳过去 直接去第二个房子里面 你看这样唱是不是会顺一些呀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就正确了呀 如果说你第二段还是唱成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太麻烦了 有没有 这两个房子 就是给你区分开 第一段去进一房子 第二遍去进二房子 很简单 很简单 同学们 好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学的 这三个内容 第一 连线和反复 这是咱们今天的阅理知识 希望同学们如果说 老师 有些地方我确实还是没听太明白 不要害怕同学们 不要说 别的同学说 老师我都听懂了 我没听懂是不是很笨 同学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你不会对吧 你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不去问的你永远就不会 但如果你问了 你就和他们带一个起跑线上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 如果说你上课 老师我上课去说 你去问同学们你会不会 我不太好意思说 对吧 你没关系 你课下来告诉老师 都可以 好吧 你课下来问老师都可以 但是同学们 有问题要记得及时解决 你比如说你今天有问题 你今晚上咱们下课之后 立马跟我说 你一定不要拖到说明天或者后天 不要拖 一拖就没了 好吧 有问题要时时刻刻去解决 我以前带过很多学生 同学们老师这个不夸张 我以前带过很多学生会干什么呀 他们会 老师我今天这堂课的作业 我今天太忙没时间 我下个课再教 他一拖一拖一拖 拖了三次堂课之后 他就没有动力了 有没有 他做了三次堂课之后 我这么多作业 我是不是 哎呀 太难了 对吧 他就没有动力去往下进行了 所以说同学们 你要把每天的任务完成 好不好 哪怕累一点 咱们既然来学这个东西 把它学好 对吧 首先学完之后 你自己也有成就感 对吧 以后我在别人面前唱歌 也能有成就感 对不对 OK 这是咱们今天的阅理知识 阅理知识讲完之后呢 咱们回到咱们刚刚的一个内容 把这首歌呢 整体的学完 咱们有始有终 好不好 时间可能有点晚 同学们啊 这个时间可能太晚了一点 但是 读过同学们不累 对吧 咱们老师一定会给咱们讲完 如果说老师 我现在要休息了 我已经很困了 没有关系 你先去睡 我给你讲完之后呢 你到时候可以看回放 老师刚刚在上课之前 就说过对吧 耽误咱们十几分钟时间 我一定给咱们补上 只会多 不会少 好不好 来看一下 第二段 在阳光灿烂 在阳光灿烂 欢乐的日子里 看 这句歌词本身就是一个 很快乐的一个歌词 有没有 这句歌词本身就很开心 所以说这句歌词 是不是咱们可以整体的上 提点笑机 让自己笑起来 有没有 提点笑机把这句演唱一下 试一试 在 在 在 一样去张开嘴巴 去说这个在 在阳光灿烂 试一下 在阳光灿烂 欢乐的日子里 来同学们告诉老师 最后歌上面的点是什么意思 很棒同学 你有问题就及时问我 好吧 最后的歌上面的点是什么意思 稍等同学 我看一下 你说的是咱们的简朴是吧 刚刚的简朴是吧 打开给你看一下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同一首歌 这个 这个点就是咱们的一个高音的点 同学 这个没有特殊含义 这个就是咱们高音的点点 它没有特殊含义的 是这个地方是吗 它这个就是一个高音 高八度 就是咱们刚说过 对吧 它这个带点的兜 要比咱们正常的兜来讲 要高 要高音 要高很多 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你看 咱们正常去唱的话 它可能是 看 给了我们 老师给咱们唱最后一段 好不好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看后面 同 拉 同 一首歌 它是这样的 这个同唱完之后 这个一首歌 都会比这个同要高 但是你看 它是个一 它为什么比前面要高呢 因为它上面带点了 因为它上面带点了 这样的 能理解吗 然后啊 后面这个有个小标志 后面有个这个 有个小标志 咱们下课课再讲 咱们一点点消化 好不好 一点点消化 这个东西我后面给你们讲 好不好 不影响 就是老师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现在哪怕不明白 这个标志什么意思 对你唱歌不影响的 好吧 我下课课告诉你们 约定好了 好不好 约定好了 下课课告诉你们 先把这个学会就可以 好吧 OK 咱们回到刚刚的一个歌曲里面 回到咱们刚唱的歌曲里面 OK 看一下 在阳光看 咱们先把第一句唱一下 在阳光 读一下 笑起来 在阳光灿烂 欢乐的日子里 看他是不是很难听啊 难听到你不想延长 难听到你不想延长有没有 欢乐的日子里 看不想延长它 本身这个音需要唱的长一点 但是我唱的好难听啊 不想去延长有没有 怎么唱的好听一些呢 刚刚老师说过 怎么去做呀 还记得吗 同学们 还怎么去做 还记得吗 这个里字张开一点 对吧 咱们把它单独拿出来试一下 里 看 里 就遵从你一个咬丝的习惯就可以 你看你咬丝咬完之后 变成什么了呀 里 里耶 有没有 从里 慢慢的变成了耶 有没有 里 里 有一点耶的感觉 对不对 咱们这样去读一下 感受一下 在阳光灿烂 欢乐的日子里 里 试一下 欢乐的日子里 唱一下感受一下 在阳光灿烂 欢乐的日子里 里 有没有说 他会比你唱成 欢乐的日子里 要好一些呀 有没有 对吧 所以说同学们 首先 有同学 刚问老师 对吧 说老师 所有的这个逼口音 都需要开口去唱吗 我给的你们的答案是 不绝对 对吧 不绝对 但是 需要你自己去判断 去考虑 其实很简单 有没有 其实很简单 你这样去试一下 看看好听不好听 看看会不会 比你那样去唱 要更加好听一些 要更加轻松一些 如果可以 那是不是就是可以的呀 如果说你换了之后 反而更难听了 那就算了 对不对 那就算了 对吧 都可以尝试一下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自己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OK 咱们继续往后看 下一句 我们 我们手拿手 这个我字 其实你看同学们 咱们中国的一个这个文字 其实真的很有东西 真的很有智慧 你看 我们在说我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是在 声音是往里收的呀 感受一下 我 我 声音是不是往里收的 我 但你说你的时候 你 你 声音是不是往外走的呀 我 你 是不是感觉 声音的方向 是完全相反的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很神奇 有没有 然后 咱们刚好可以通过这个我字 我们收了 这个我字本身 是比较低的 有没有 这个我字本身 这个音不算很高 咱们刚好可以通过这种 往里收的感觉 把这个我字的这个质感找到 看 我 我 收回来 我 我们手拉手 全部这样的感觉 试一下 我们手拉手 再来一遍 我们手拉手 然后看后面干什么了呀 想说的太多 想说的太多 你需要干什么 我需要说出去嘛 对不对 我需要把我把我这些话说出去 肯定需要要放出去 对不对 看 我们手拉手啊 想说的太多 把这个想说的太多 说出去 来感受一下 再来读一遍 我们手拉手啊 想说的太多 说出去 咱们先来唱一下试一试啊 要把你的歌曲同学们 歌曲一定是一个非常灵活 非常有生动的东西 非常生动的东西 你不能把它唱成一潭死水 同学们 它是一条河 它时之刻在变化 好不好 不要说 我们手拉手啊 想说的太多 不要全部在这 把后面唱出去 我们手拉 我们手拉手啊 想说的太多 去做出区别 这个青丝木雪同学 非常棒 同学非常棒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感受 在咱们的公平上面打出来 相信老师 你只要打出来 你就会被你不打 要记得更深刻 大家和咱们上学的时候一样 对不对 你上学的时候也在做笔记 是不是你做笔记的时候 要被你光去听课 要好很多啊 要好很多吧 对吧 所以说咱们也是一样 把你的这个小手动起来 对吧 你的手动起来之后 你的脑子也就灵活起来了 好不好 往后看 同学们往后看 星光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 这个东西咱们前面 我看讲了没有 好像没有讲 没有讲 咱们再给咱们讲个新内容 这个讲完之后 同学们真的 你们做到之后 也会给你们去改善很多 这个东西要记笔记 好吧 很绝对 我可以告诉你 老师可以告诉你 这个内容你学会之后 以后什么歌都可以用 好吧 就是卡克刚刚那个 可能刚刚那个 所有的B口音都需要张嘴 还不一样 你这个学完之后 你所有歌都可以用 好吧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 我给你们唱一下 感受一下 好吧 我给你们唱下来感受一下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 注意这个星光 星光 星光 有没有感觉有点别扭啊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很别扭有没有 咱们试着把这个星字去转换一下 看啊 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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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去把这首歌完整唱一下 我先唱成星 你听一下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 把它唱成星 星光 我都唱不下去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星字 你变成星之后 轻松很多啊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现在就可以试 感受一下 同学们 把你们的嘴巴 对吧 休息那么长时间了 动一下 来试一下 看这个星字 你这样去做之后 是不是要轻松很多 鼻子发音 对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鼻子发音 不能咬得太重 把这个星变成星 我给你们表一下 重点是什么 星变成星 好吧 星变成星 或者我可以给你们总结的 更加到位一点 稍等一下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 音变成音 你任何歌曲 课下都可以试一下 同学们 你的任何歌曲 课下都可以这样试一下 或者我老师 现在给你做个示范 比如说咱们唱一首别的歌 把这个知识点 你给记住 好吧 我给你找首个别的歌试一下 比如说咱们唱一个什么呀 这个 同学们听过这个 那个 那个 莫斯科教会的晚上 听过吗 那个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听过这首歌吗 曾经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他这个 看一下这首 这句歌词里面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对吧 后鼻音变成前鼻音 对同学 老师不想跟你们说 那么复杂 你就记住 我说的这样一个点 音变音就可以 好吧 音变音就可以 看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我老师不会给咱们讲太多理论的东西 不会说的很理论 我一般都会去给咱们结合一些生活的东西 这个就是 别人的同学 说老师比较好的地方 包括我又会这样 一直往后交下去 给咱们讲的更加生活化一些 这玩意你们可以听得更明白一些 看 邓紫棋的歌 鼻音很重怎么办 邓紫棋的歌 你去听邓紫棋的歌同学 他一样的 这些所有的音你可以去听 我虽然没有听完 但是我老师可以做 老师可以做这个 打保票 他所有的音都是音 你可以去听一下 邓紫棋的歌 鼻音很重怎么办 后面咱们去讲鼻腔的时候再说 好不好 咱们后面会讲鼻腔 到时候讲到鼻腔之后再说 因为现在的话呢 讲太多 首先你们消化不了 大家可能会做错 好吧 看一下啊 回到咱们刚刚的话题 这个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你看 四处静悄悄 静悄悄 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静悄悄 很难听 把它变成静悄 试一下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有没有发现之后 你的声音变得连贯了 包括这个位置 包括这个声音也变得好听了 有没有 这个很重要 好吧 你们拿笔记要记好 这个真的 你学会之后 你能提升很多 你能提升很多 好不好 OK 这是咱们的星光 变成星光 星光 星光灑满了所有的童年 星光灑满了所有的童年 继终往后 风雨 这个风字前面说过 对吧 是不是又有了呀 风字 对吧 甜蜜的梦 包括这里是一样 甜蜜的梦啊 这里 风雨 风 不是风雨 风雨 这样去做 好吧 风雨走遍了世间的角落 读一下 风雨走遍了世间的角落 漂亮同学 真的同学 我赶紧你可以做课代表 好不好 给他们当课代表 给他们总结一下 很到位同学 很到位 你总结完同学 老师敢肯定 你已经能学好 好吧 你哪怕说 我可能 我不能打保票 你是咱们学的最好的 但是老师打保票 一定可以学好 好不好 同学们 像这种同学学习一下 好不好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对 把这个笔记 咱们做到这个屏幕上面 也可以的 对不对 做到屏幕上面 也可以的 对吧 一定是 对你是有效果的 对 群里面一起加油 对同学们 加油 OK 看一下 风雨 再来读一遍 再来读一遍 风雨走 走遍了 世间的角落 唱一下 同学们好不好 风雨 三 二 一 风雨 走遍了 世间的角落 再来一遍 这个世间很低 同学们 这个世间很低 你可以看一下原唱 咱们看一下原调 这地方可能咱们唱的时候 就会跑调 同学们看一下 这个风雨走遍了 看一下同学们 给我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第四行的 最后第四行的后面那一句 风雨走遍了 这个世间的柿子 是不是 你看一下 它是个拉 但是下方有个点 有个点 有没有 虽然是个拉 但是下面有个点 这个也很低 所以说咱们这里唱的时候 也要注意 唱得要低一点 唱得要低一些 好吧 唱得低一些 OK 风雨走遍了 时间的角落 这样的感受 后边变前面 你们不要记这样的一些名词 能记清楚吗 能搞清楚概念吗 你们都是学波音的 是不是 你就把老师说的很简单的 音变成音就可以 好吧 就记个音变成音 我感觉会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方便一点 简单一点 方便一点 你这样记的话 我可能会记混掉 不太清晰 如果说老师 我没问题 老师也不要求你 对吧 你就这么给我记 不会那么的绝对 好吧 波音来了 同学可以 波音来了 那就没问题 好吧 波音来了就没问题 第一点 是不是胸腔发音 同学 那肯定的 低音的话 肯定是要胸腔为主的 你看 风已走遍了 时间的角落 时间的角落 对 胸腔位置 胸腔怎么找 刚刚说过 这个式字怎么找 诗诗 找二声 对吧 其实我今天把所有东西 全部给你们教完了 你把今天这个学好 我感觉你真的 你值四五堂课 真的 好吧 看一下 走遍了 时间 这看 它不是 走遍了 时间 它是 时间 时 试 试一下 风已走遍了 时 时间 风已走遍了 时间的角落 这样去做的话 会好找胸腔一些 OK 继续往后看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 不好意思 还是要读一遍 还是要读一遍 试一下 同样 这个嗡字 咬得圆润一点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 同样的渴望 试一下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 同样的渴望 唱一下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 同样的渴望 OK 很棒啊 老师想说个什么东西呢 重点说个什么东西 你看一下 这两句歌词 是不是很相似啊 有没有 咱们看一下 后面两句歌词 是不是很相似啊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 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快乐 给了我们 同一首歌 有没有说 两句歌词 很相似 对吧 很相似的歌词 同学们告诉我怎么做 老师刚刚说过 歌曲是非常的有灵魂的 通通换尾 不太懂同学 你说的名词 老师不会清楚 不要说名词 同学 我以前上 刚开始讲课的时候 可能几年前 也会说一些声乐的名词 比如说 加什么胸腔 加什么头腔 这个那个的 其实你会发现 大家可能都听不明白 你不如说 用一些声话的语句 大家会清晰一点 好吧 咱们看一下啊 同学 首先提一句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可能你可以平淡一点 对吧 你可以平淡一点 但是第二段 对吧 但是你的第二段 你看一下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它很相似 去做出区别 怎么做呢 老师刚刚说过 加重一点 对吧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加重一点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比你上句歌词 要更加的夸张才可以 好吧 做出区别 试一下 同样的感受 来 三 二 一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有没有说 对吧 第一个低 第二个高 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 同学 第二句的话 就是语气感 就是你看 你在生气的时候 怎么说话 对吧 你在生气的时候 说话 什么时候别人会听出来 你生气了 它怎么听出来的 大家想象一下 比如说你看 我唱一句歌词 我读一句歌词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你听我的声音 它是不生气的 情绪是不激动的 有没有 但是如果我说成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你听起来的声音 是不是感觉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生气 包括咱们如果难过一点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对吧 你看 它的情绪 会在你的咬 你的这个读歌词里面 体现出来 包括这句歌词 也是一样 你想唱出 不同的情绪都可以 对吧 你看 他们唱的愤怒一点 试一下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可以吧 对吧 你唱的难过一点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对吧 你其实都可以做 但是这首歌 本身是什么呀 是要开心一点 对吧 笑起来 兴奋起来 咱们前面说过 兴奋起来 对吧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有没有 对吧 其实你可以在你平时的 说话语气里面 去揣摩一下 去揣摩一下 咱们本身唱歌 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 对吧 你唱歌是唱给谁听的呀 一般来讲 唱给别人听 对吧 和别人教了这种东西 你教了这种东西 肯定是需要有情绪的嘛 对不对 情绪怎么出来 在日常生活中 很简单 日常生活中 怎么去读的 怎么去说的话 你就怎么去唱就可以 好不好 同学们能理解吗 OK 这是咱们今天这首歌的 整个的一个讲解 咱们最后的话呢 把第二段歌词 咱们去整齐的唱一遍 好吧 整个唱一遍 因为时间确实不早了 好吧 咱们如果同学们还想学 下堂课 包括同学们可以看回放 好不好 包括同学们可以看回放 在阳光灿烂 欢乐的日子里 开心一点 我们收回来 我们收啦收啊 出去 想说的太多 新光 新光 咱们聊 所有的童言 继续 风雨走遍了 时间的角落 继续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继续点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就是这样一个处理情绪 好吧 就是这样一个处理情绪 你要把你的情感 对吧 情感去感染到别人 同学们 同学谢谢你的认可 同学谢谢你的认可 好吧 需要去处理你的歌曲 好吧 不能是一成不变的 OK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首歌的学习 最后的话呢 给咱们去做一下 给咱们去做一下 内容的总结 好吧 给咱们做一下内容的总结 首先就是前面的这个歌词里面 我说过你 你这个 笔记 你做了 你就学到了 你没做 我不会给你们总结的 好吧 不会总结 因为这个东西 不属于咱们今天的内容 是我额外给咱们赠送给大家的 好吧 你学到了就是你呢 你学不到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老师的一个职责 我的职责是让你学会今天的简朴 好吧 所以说同学们 把前面的东西 如果没有学会 回去看回放 把这个 把这个笔记写一下 把笔记要标起来 好不好 OK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内容 OK 试一下 嗯 OK 首先的话呢 不好意思 我这个 我这样的这个一点没用的 首先咱们今天的知识点 对吧 咱们今天的知识点 再来回顾一下 低音 连线 和反复 对吧 今天这三个东西 把掌握掉 低音是什么东西啊 简朴的下方加点是低音 连线是什么东西 咱们平常来讲 一个字 它唱好几个音符 对吧 它唱好几个音符 用连线连起来 反复干什么用呢 唱完一段之后 回去再来一遍 让咱们的这个不那么麻烦 不用去翻页的东西 对吧 这是今天的三个知识点 然后咱们最后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认识了什么东西 啊 我们今天认识了什么东西 首先认识了一下钢琴 对吧 回去一下 中央C在什么地方 我是讲过 中央C在钢琴的正中间 对吧 你正中间这一组就可以 然后音的分组 啊 音为什么需要分组啊 因为咱们都是七个七个一组 对吧 如果你不这样分的话 钢琴太多件了 不好去命名 太麻烦 对吧 所以说咱们这样去分一下组 然后咱们一般来讲 唱歌的时候用哪一组 唱歌的时候用小字一组 最中间的小字一组 包 然后往下走 小字组 往上走 小字二组 这是咱们唱歌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一些组别 其他的组别的话呢 不常用 只能说不常用 你不能说完全不用 好吧 最后是一个音区的划分 怎么去划分音区啊 就是咱们刚刚说的 小字一组 小字二组 和小字组 这三组是中音区 就是咱们唱歌的时候 用到的音区 往上走 高音区 往下走低音区 好吧 OK 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 同学们的话呢 还有哪不清晰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以给老师说个明白了 打个明白了好不好 今天咱们这堂课 可以上多长时间看一下 两小时有吧 有没有两小时 看到老师这么认真的分放 能不能给老师发个明白了 让老师开心一下 让老师开心一下 好不好 有点费嗓子是吗 有点激动啊 以后我稍微的去控制一下 好不好 大家给老师发个明白了 好不好 彭彭场 老师也开心一点 OK 多让我看到几个 多让我看到几个 好不好 我看大家都来发了 对不对 很棒同学们啊 包括也是一样 下课之后啊 要去练 明白了没有用啊 明白完干什么呀 去练习 好吧 明白完之后去练习 去练习 练习不要丢 相信同学们啊 保持今天的干劲儿 保持今天的一个认真的劲儿 你一定可以学好 好不好 一定你是可以学好的 明白了对吧 OK 行 然后咱们去干一下什么呀 首先呢 去布置一下下堂课的作业 啊 布置一下作业好不好 布置一下作业 首先的话呢 咱们通过一个 中央C去练习一下音准 有作业的同学 有作业的啊 有作业的 首先第一个 找到中央C 去练习音准 怎么去练习啊 课后啊 老师会给咱们 发一个这个音频 我会去录个音频 到时候的话呢 会通过咱们的助教老师 发给咱们 好不好 你们跟着我的音频去唱那个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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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去做那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作业 第二个什么呀 带着知识点 咱们把这个同一首歌去唱一下 好不好 第二个 第二个知识点 第二个这个作业 带着咱们刚刚讲过的知识点 啊 这同学很棒啊 谢谢大家 都很捧场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认可 第二个知识点 第二个作业什么呀 把这个同一首歌 把咱们刚讲过的同一首歌 去唱一下 好吧 唱的时候 你可以加自己的理解 比如说老师刚刚说了 你老师你说这首歌 这句歌词唱的开心一点 我就感觉不想他那么开心 我就想唱的他稍微悲伤一点 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有情绪 你不管什么情绪 你要有情绪 好不好 OK 这是两个作业 两个作业完了之后呢 咱们看一下下堂课的一个 这个内容布置啊 咱们下堂课要学什么歌 首先下堂课咱们学这个 耶利亚女郎 同学们可以截个图啊 如果你记不住可以截个图 下堂课咱们学这个耶利亚女郎 好不好 你们可以提前先去听一下 提前先去听一下 这首歌 好不好 也是一首老歌 我相信同学们可能听过 好吧 然后这个 C大道语音阶 下堂课再讲 这个一讲之后 可能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好不好 咱们下堂课再去认真的去讲 好吧 咱们今天这个下堂课的话呢 就先到这儿 可能确实的嗓子有点累了 好不好 今天这堂课先到这儿 咱们下堂课再见 同学们拜拜 给老师打个招呼好不好 再见了同学们 给老师打个招呼好不好 再见 拜拜 不客气同学们 晚安 对大家晚安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咱们迎接美好的下一天 好不好 早点休息迎接美好的下一天 拜拜 好 好了 disag disagree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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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が